断天牙揭开念经的这一刻 瞬间让柳生飘去愣在了原地 而断天牙同样痛心疾首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子 竟然一直在欺骗自己 不仅没有自费武功 甚至还可能是杀死上官海棠的真凶 想来当初铁胆神猴替柳生飘去把脉 说他已经自费武功 根本就是两人在演戏欺骗他 你一直都没有怀疑我 所以今天来是我 我隐瞒不了你 柳生飘去看着圣怒的断天牙 表示他也不想这样 断天牙心中有太多的不解 他询问柳生飘去当初装疯 骗他去蛇岛隐居有什么目的 事已至此柳生飘去没有隐瞒 说出这样做是为了支开断天牙 方便柳生但马首使用假的 熊霸天下嫁祸归海一宝 让铁胆神猴显得十分弱势 吸引曹正纯对付铁胆神猴 之后又急召断天牙回来 是要让曹正纯觉得 铁胆神猴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并且断天牙回到中原 意味着柳生飘去回来 他的武功不弱于柳生但马首 可以替铁胆神猴做很多事 比如当朝国舅就是死在柳生飘去的手上 柳生飘去的话让断天牙想起 当初他们在巨金帮相遇 是否也是铁胆神猴的安排 柳生飘去表示不仅如此 就连假立秀和假乌丸 都是铁胆神猴的手笔 目的是为了让曹正纯丢脸 可唯一在计划之外的是 出现了一个古三通的传人成是非 导致局面变得混乱了起来 断天牙得知真相五味杂陈 询问当初柳生飘去嫁给他时 说要生生世世做他的妻子 难道也是在逢场作戏 柳生飘去想要生生世世做 断天牙的妻子 可他将断天牙骗得这么惨 这让断天牙如何能够接受 并且断天牙的心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 到底是不是柳生飘去杀死了上官海棠 断天牙同样深爱着柳生飘去 他多希望上官海棠是死在柳生但马首的手上 这样他或许还可以原谅柳生飘去 可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柳生飘去根本不愿意继续欺骗断天牙 他只想死在断天牙的剑下 以免带着愧疚狗活一生 断天牙曾发誓要替上官海棠报仇 他拿起武士刀想要杀了柳生飘去 却迟迟无法下手 恰好这时断朗的哭声传来 彻底让断天牙放下了杀心 孩子在长大前应该有娘亲的陪伴 柳生飘去前去安抚好断朗后 询问断天牙为何会怀疑 是他杀了上官海棠 断天牙说出他在护栏上 发现了上官海棠留下的音符 正是柳生飘去平常吹奏的那首东莹小曲 这让柳生飘去佩服起了上官海棠 没想到在这么危急的时刻 还能留下有用的线索 柳生飘去告诉断天牙 在他的老家东莹 只要选择了切腹 无论曾经犯下什么样的大错 都能够被宽恕原谅 他希望断朗长大之后 断天牙不要教他武功 让他平平安安的度过一生 方知平凡才是福 柳生飘去选择了切腹自尽 柳生弹马首和柳生石兵 未死在断天牙的手上 柳生血迹也是为了保护断天牙而亡 断天牙凭借一己之力 杀死大舅子和老丈人 进而逼死了小姨子 完成了团灭柳生家族的壮举 被诸位大佬戏称为抗欲英雄 天牙 你一定要 要把我葬在那颗樱花树下 不 我不要 老天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不要 那 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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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